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3回 法阵外面那些冰煞妖物的附近忽然空间波动一起 无数青丝从虚空中诡异的喷出四散击射之后 顿时呢将这些冰煞全部洞穿而过 即使那几只逃出一段距离的 也同样呢未能逃过青丝的一击而灭 青光一脸过后 所有的妖物尸体化为了碎段 从空中是坠落而下 显然呀随着寒厉修为大境 这须天鼎的威能和以前已经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秦小等人也在远处各显神通 纷纷击杀那些终结妖物 终于让那些重群兽群溃散而退了 没有想到在这冰煞之地上还有这么多的妖物 也不知道先前是藏在何处的 雷兰和秦小 一飞回灵车之后都是嘖嘖撑起呀 此片区域如此之大 可以藏身的地方太多了 不过这些只是附近的妖物 再过一段时间 更远去的妖兽就应该会来的 到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高体妖物了 金光一闪 白臂也出现在灵车中 徐徐的说道 韩力文言呢 却神色镇定异常 没过多久 四周再次传来了或长或短的吼叫之声 各种各样的妖物纷纷现身而出 直奔法阵扑来呀 这一次呢 韩力没有让其他三个人出去 而是直接将禁至大阵发动了起来 无论何种妖物一扑进大阵之后 被红霞一卷 就发出一声惨叫 化为了灰烬 就这样呢 时间 在一波波妖物的围攻中 一点点的过去 半天的光景是一闪即逝啊 甚至在此期间 出现了一头高级妖物 但是 在韩力毫不犹豫 启动了大刚剑阵的情况之下 将此妖轻易的斩杀掉了 不知道此妖是不是在冰煞之地极其有名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啊 再也没有什么强大的妖物出现了 韩力等人的自然乐得就此耗下去 数个时辰之后 当暴灵兽身上的旗箱开始变淡下来的时候 原本正前仆后继冲击法阵的一群怪鸟 忽然丝毫征兆没有的一轰而散 竟然放弃了攻击 韩力正在诧异的时候 远处某个方向 就传来了砰砰的沉重的脚步声 每一步都让附近的兵地是一阵的颤抖啊 仿佛呢 有个体型极其庞大的巨物 正向这边徐徐走来 雷兰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面露一丝惊讶之色 韩力则双目已眯 目中蓝芒闪动 片刻之后 一个数百丈之高 浑身碧绿的巨大的妖物 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天哪 竟然是碧目妖 看清楚怪物的模样 白臂凝重的说出了此妖的名字 眼前的怪物实在是生的奇特 偌大的身躯 上本身是人 下本身是鹿 头颅上边则脆驴异异常 竟然仿佛是一段巨木 上面还有一些绿叶和鲜花 看起来实在是滑稽异常 但是此妖两手所持的一对小山一般的巨锤 任谁见了都没有办法笑出来的 没关系 碧目妖虽然体型巨大 力大无穷 但是身形比较笨重 只要不被她的兵器直接击中 就无大碍 白臂口中提醒道 并飞快地看了寒厉一眼 结果呢 却为之一愣 只见寒厉神色阴沉异常 竟然露出了自从被妖物围攻以来的首次的凝重 害羞 你这是 不光白臂 秦晓等人也发现了 不禁疑惑地问了一句 若只是此妖自然好对付 但是站在此妖头上的另一位 恐怕要麻烦一些了呀 杭厉默然了一下 竟这般说道 另一位 一听杭厉如此说 白臂等人大惊 急忙朝碧目妖的头顶望去 名神细看之下 终于看到了另外一名妖物的存在 此妖竟是一个身高不过两尺 身穿翠绿长袍的长须诸如 他单手组着一根拐杖 站在闭目妖头顶一动不动 再加上被那些花花绿绿的叶子遮蔽了大半的身形 难怪啊 刚才一开始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你们几个听着 我知道你们是非灵人 也有点神通 但是这点修为绝不是老夫的对手 只要乖乖的将那只进阶的灵兽给我交出来 老夫马上扭头就走 否则的话 此地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处 听明白了吗 一天杭丽等人发现了自己 这诸如呢 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 傲然的说出了这么一番话出来 围栏听对方这么大的口气 倒有一些摸不准对方的神通 不禁面面相去 韩丽目光闪动了几下 倒是一眼看出了对方的修为 不要的叹了口气 难怪朱柔如此大的口气啊 甚至能驱使闭目妖这等高阶的妖物 他本身竟然是一名相当于炼虚中阶的可怕存在 不过这种修为 若是面对普通非灵族圣子 还真是一个没有办法对抗的存在 但是对如今的韩丽来说呢 只要对方没有逆神通 并不算什么强敌的 所以韩丽也懒得回答对方什么 只是双手一挥 似笑非笑的望着诸如不语 白币三人 虽然说心中有些忐忑 但是自然是以韩丽为主 见此情形也都一个个拾去的闭嘴不言 闭目妖上的诸如见此心中大怒 双目一翻白眼冷冷的说道 哼 既然你们选择了死路 好啊 那老夫就送你们上路吧 一说完这话 诸如手中的拐杖 一点足下的闭目妖 顿时此妖口中发出了一声巨吼 大不一脉的直奔大阵而来 韩丽冷冷的看着巨妖一步一步的走了过来 脸上丝毫的意思没有 只要对方再造成一些步入见阵的威力范围之内 他自然会毫不留情的发动大羹见阵 将这二妖一举脚杀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天边红光一闪 有奸明之声传来 接着三团血光在黑暗中浮现而出 化为了三道血红 是第一射而来呀 一见此景诸如脸色大变 手中拐杖再一点木妖的头颅 扭头向血红望去 脸上竟然现出了惊疑不定的表情 东东几声过后啊 比木妖的脚步一顿停了下来 竟然正好停在了大羹见阵的边缘处 航里眉头一皱 不过眼看出现了新的变化 也不加理会的望向了远处空中 白币三人见死呢 同样的忐忑不安起来 不知道新出现的这又是什么怪物呀 三道血红顿速奇快 风驰电车一般的就到了附近的空中 光芒一脸现出了三个齿许高的血红小人 每一个小人面容都是眉情目秀 看不出有多大的年纪 但是身穿奇特的红色战奖 表面牵印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肌肤也是鲜红欲滴散发出一股文之欲藕的血腥之气呀 三对丝毫感情没有的眼珠 同时朝下一扫 最后泛起了一芒的一下子落在了韩丽的身上 韩丽瞳孔一缩 感到了一丝冰寒从背后涌出 蔓延全身 仿佛呢被三条毒蛇一下子钉死住了一般 啊 是血傀儡 是地血大人的分身傀儡 朱如一看清楚小人的模样之后 脸色一下子苍白了起来 目中的满是敬畏之色 血傀儡 地血 韩丽心念一刃急转 但是脑中丝毫印象没有 不见暗觉呢 有些奇怪 三个小人打亮了韩丽半晌 突然目中绿色一闪 同时一张口啊 三道血色光珠一心而出 一闪即逝之后 就到了韩丽身前 虽然说这韩丽早就有所警惕 但是呢 见对方丝毫迹象没有的就发动了攻击 仍然大为惊怒 不加思索的手臂一抬 一片灰霞浮现在身前 同时呢 身上黑气大帽 身上浮现出了一副黑邦邦的古朴的战甲 扑扑扑三声闷响 不知道这三道血柱是什么神通 可可五行的原磁神光 竟只能让光众闪动了几下 就被洞窗而过 激在了 韩丽身上浮现的煞甲上 血光一阵 晃动过后 三道血柱光芒弱了几分 一下子在煞甲上开出了三个网口粗的孔洞 结结实实的就积在了韩丽的胸膛上 附近的雷兰等人脸色一下子苍白无邪起来 但是下面的一幕又让几个人目瞪口呆起来 雷鸣之声默然从韩丽的胸前传出 轰隆一声过后 血色光柱就和一片金银色的电弧交织下 同时消失着无影无踪 这个攻击竟被韩丽的雷袍最终挡下了 但就是这样 这韩丽也是吓了一大跳 脸色默然的阴沉了下来 口中一声冷哼过后 被开出的三个大洞的煞甲 却冒出了团团的黑气 瞬间恢复如初 若不是这件煞甲分散了这三道血柱的威能 恐怕雷袍也是无法抵挡的 一见着攻击呢 并没有得手 三个雪傀儡 丝毫表情没有 背后雪光一闪 浮现出了一对对雪红的赤意 一扇之下 小人就凭空消失了 韩丽心中一领 尚未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 附近空间波动一起 三个小人一闪而出 他们两手一画 手中各自浮现出了两口血色的长刀 从韩丽虚空一斩 三道血色刀芒就仿佛鲜红的弯跃一斩而来 竟然呢根本就不管附近雷兰等其他人 这些雪傀儡都有一丝血世人的神念在其中 自然能分得出来 能对他做出威胁的只有韩丽这位存在 只要除去了他 其余之人自然不堪一击 韩丽一声怒吓 背后双翅一斗 竟在雷鸣声中瞬移消失了 下一刻 离原地二十余帐的高空中 一道清白电弧一闪 韩丽身形再次浮现而出 但是几乎同一时间 三个方向上雪光一闪之下 三个小人竟随之闪现而出 仍是同样的动作 但六口雪刃化为了无数道雪芒 直接的将韩丽罩在了旗下 韩丽脸沉似水啊 身上金光一闪 肌肤上浮现出了一层金灿灿的鳞片 同时呢 口中一声大喝 黑白两只手掌模糊激出 瞬间幻化成了一片 黑白交织不清的掌影 当当起声 仿佛金属撞击的尖鸣传出 六口雪刃刚一斩在这掌影上 顿时感到了一股 难以抵挡的距离涌来呀 竟然发出了一声哀鸣碎裂而开 三只傀儡 也被冰刃上传来的距离狂推之下 纷纷倒飞出去了树丈远啊 身上的雪光一段烂闪过后 三个雪傀儡这才重新稳住了身形 当再次抬手的时候不禁一愣 前方空空如也 韩丽不见了踪影 原来在这一瞬间 韩丽再次顺一顿走 已经重新回到了灵车之上 见三个小人终于低头找到了他 韩丽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冷笑 两手飞快的一掐绝 口中是念念有词啊 福尽虚空 有亲民之声大响 一道道金丝随之浮现而出 从四面八方忽闪忽现的套笼而来 将三只雪傀儡围在了最中间 正是韩丽发动了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大耕剑阵 剑阵微能 自然是随着韩丽修为的大劲而大增 原本缓慢异常的剑丝 在浮现的瞬间 立刻滚滚向中间拒去 虽然说速度还谈不上什么迅捷 但是和以前相比却是快了不少 三只雪傀儡现此情形 墓中雪盲一阵流转 随即背后雪赤一动 诡异的在空中不见了 看来呀 他们想要施展秘术 直接顿出剑阵之外 但是以大刚剑阵的神庙 又怎么可能让他们就此逃脱呢 剑阵边缘的三处虚空中 传出了嗡鸣之声 数以百计的金丝 同时一闪往虚空切去 顿时 雪光浮现而出 三个小人被迫现出了身形 随之金丝一合 三只傀儡瞬间 就被切成了无数的碎片 仿佛就此要毁去的样子 雷兰等人和远处的诸如 早就看得是瞠目结舌了 但是诸如呢 马上一个机灵的醒悟了过来 也不知道用了何种手段 身下的木妖竟向后缓缓的退去 但是整个过程无声无息 雪傀儡的劣害 他这位地烟原住民 自然再清楚不过了 三只联手之下 也不是眼前小兽主人的对手 他哪儿还敢再打暴灵兽的主意啊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诡异的一幕在剑阵中出现了 探似木屑的雪傀儡的碎片 突然在一阵雪光当中 化成了一滴滴的血液 然后往中间自行一具 一下子融为了三团头颅大小的血球 散发出了浓浓的血腥 接着雪球滴溜溜一转之下 表面浮现出了手脚头颅等形状 眼看着三只雪傀儡就又恢复如初了 目睹此景 杭力非但不惊 脸上的反而露出了古怪的表情 冲剑阵中轻轻一点 嗖了一声 一只银色的火鸟 从剑阵中的虚空中闪现而出 但立刻扑了一下爆裂开来 三团王口大的银燕 一闪即逝的出现在了三个火球附近 几声闷响过后 银燕结结实实的积在了雪球之上 银燕高涨之下 将雪球包裹在了其中 表面呢和银燕一起卸下 立刻散发出了一股焦味道 同时从里面传出了凄厉的惨叫之声 三团银燕就如同无头苍蝇一般 在剑阵乱撞了起来 韩利面无表情的注视着这一切 心中可也是暗暗的吃惊啊 他的士灵天火的威力 自己呢是最清楚不过的 对敌时往往是对手沾染到一丝 就会瞬间的化为灰烬的 而这三个雪傀儡竟然还能坚持下来 不过士灵天火也实在是霸道异常 没过多久啊 三颗雪球中 叹叫声就慢慢的低了下来 消失的无影无踪 三颗雪球最终是在银燕中化为了灰烬 这一次 三只雪傀儡是真的 不复存在了 韩利摇摇的一招手 顿时三团银燕合三为一 重新化为了一只银色火鸟飞蛇而回 没入袖口中消失了 但是马上他神色一动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突然呢 扭头朝另一边望去 直接 那只巨大的碧木妖竟不知道什么时候退到了数百丈万 那只诸如一见韩利的目光望了过来 顿时心中咯噔一下 不加思索的口中漠然发出了一声口哨 原本无声无息的木妖竟然通体绿光一闪 再无任何掩饰的朝来路大步的狂奔而跑 以此腰的高大居然几个晃动之间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哼 想走 韩利自语了一句 一张口 一只小鼎被清光包裹着飞蛇而出 正是那虚天宝鼎 但是就在此刻呀 突然临车下方传来了一声有气无力的 瘦吼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团人修宣传第九百三十四回 溜山 电视线 大狼 浅 张 銀石 大狼 录